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昨天也就是2017年8月9日 香港的南华早报刊登了一则报道 说美国政府旗下的宣传媒体美国之音 在7月30日就给中国的海航集团的代理律师发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由美国之音的总监签发的 他在信中说 顾文贵今年4月在美国之音直播时 他所讲的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和美国政府的观点 也不应该被理解成美国之音认可和证实了这些言论 一般认为这是美国之音试图撇清跟顾文贵关系的一个声明 人们联想到今年4月 美国之音中断了原定对郭文贵的采访直播 就会觉得这件事背后 水好像是深不可测的 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美国之音发给海航这封信 他的背后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看看美国之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美国之音他是美国政府旗下的一个宣传媒体 他创建于1942年 当时候美国正在跟纳粹德国和日本打仗 所以美国之音他当时候的成立的目的 就是面向纳粹德国和日本的一个宣传机器 美国之音就通过短播的广播电台 就告诉德国和日本他们国内的一些民众 就是让那些不知道战争真相的国内民众了解战争的一些真相 让他们知道战争的战况对他们不利 促成德国和日本他们老百姓的民心瓦解 促成德国和日本早日投降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之音他并没有撤销 而是摇身一变 变成面向苏联和东欧的一个宣传机构 在冷战期间 美国之音的最主要任务 就是对苏联和东欧进行广播 他要告诉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 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一些真相 激发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反政府的情绪 削弱苏联和东欧政府的控制能力 按照当时的说法 美国之音这样的做法叫做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这个概念是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提出来的 他的正确的说法是超越遏制战略或者说和平取胜战略 也就是说用非暴力的宣传手段 遏制和弱化对手 杜勒斯说 吹垮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可以用战争以外的和平方法达到 那些不相信宣传能产生效果的人是太无知了 当然了 这种宣传的还不可能立刻产生效果 于是杜勒斯他就说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也就是寄托在所谓的红三代红四代身上 毛泽东听到美国的这种和平演变的计划 他是这样评论说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 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 有希望 帝国主义的讲话零不零 我希望他零 我不希望他零 但也可能零 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 毛泽东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他看出美国搞的和平演变起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说毛泽东他只能说 我不希望和平演变会发生零验 可是从事实的结果来看 和平演变还真的零验了 现在中国还是红二代掌权了 所以和平演变还不到零验的时候 而苏联他建国比中共他1949年建国就早得多 苏联是1917年他就建国了 所以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时候苏联已经是红三代红四代掌权了 所以这个时候和平演变他就零验了 再回来说美国之音的事情 美国之音他的中文广播早在二战时期也就开始了 当时美国之音他针对的主要是被日本占领的那些轮选器的中国人对他们进行宣传广播 到1949年之后呢 美国之音对中国大陆的广播就是开始以反共为主题了 就是以和平演变为目标的一个宣传 当然了 当时候美国搞这个和平演变这个宣传攻势 他主要的对象是苏联了 所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呢 他也不是特别的重视 特别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 中国和美国之音就建立了一个共同对付苏联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时候呢 美国之音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中文广播啊 就是反中国政府的色彩就很淡了很多 就显得比较中立了 因为当时候中美关系就好像就是比较有 他有一种相互的战略伙伴关系嘛 当然美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太反中国了 记得小时候我就偷听敌台了 当时候主要能听到的敌台就是美国之音和苏联的 叫做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 那时候我还比较小是小学生了 也听不太懂 但是呢 也可以感到美国之音他的这些论调不是太反华的 而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 那就是赤裸裸的反华广播 当时也不是太理解为什么美国之音不反华 后来才知道了这个原因啊 原来啊 1972年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了这种什么叫战略伙伴的准盟国关系 所以呢 美国政府旗下的美国之音的广播当然他就不会反华了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啊 中国政府甚至都停止了对美国之音这个短播广播的干扰 那时候美国之音就可以随便听了 也就是所谓的中美的一种叫做秘业时期 1991年那时候苏联解体之后啊 美国的这个就是和平演变战略是他的就是他的获得了 就是取得胜利了 这个时候呢 美国和平演变战略取得胜利之后 那么美国之音他的宣传目标呢就有点模糊了 就是美国之音我们宣传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一时间他就有点模糊 那么在这个美国之音当时候以前是他是主要是反 就是反苏联和反东欧的一个反共宣传 那么在此之后美国之音要搞一个什么宣传呢 当时候美国之音他就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这个犹豫不决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啊就开始就凸显出来了 因为这个苏联和东欧他开始接受了美国这种所谓叫自由化之后呢 那中国他的这个所谓叫做共产主义的思想啊 就开始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不同 所以美国就开始重视对中国的宣传攻势了 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世界之后 美国政府就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宣传攻势 当时中国的也恢复了对美国之音这个短播广播的干扰了 所以中国和美国之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宣传战就开始显得激烈起来 就是中国啊他针对美国用和平功就是和平演变的方式来就是来让中国变颜色的这么一种企图呢 中国说我们也不就是中国也不示弱了 中国他也要试图通过这种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方式 也要通过用这种方式来让美国改变颜色 前两天啊 就是郭文贵他在视频中就透露出来 中国用所谓蓝金黄的和平演变的方式来对付香港和台湾 也就是说试图用这个蓝金黄的这个方式来改变香港和台湾的颜色 关于这个蓝金黄的意思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也就不做解释了 中国呢当然他也会用这个蓝金黄的所谓的反向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试图去改变美国的颜色 当然了这种蓝金黄的这个反向和平演变方式不会立刻见效 但是通过那么长期的潜移谋划 那么对于第三代第四代的美国人 这个中国的反向和平演变会不会灵验呢 这个东西呢也是很难说的 说不定还真的就灵验呢 总而言之呢 中国啊他试图用蓝金黄的这个攻势啊 把美国也变成和中国一样的国家 也就是说搞一个反向的和平演变 有人把中国这种反向的和平演变啊 称为中国病毒 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目前啊 美国政府还没有提出中国搞反向和平演变的概念 也没有提出防止中国反向和平演变的所谓的预防措施 这个呢是因为美国没有察觉到中国这个蓝金黄的反向和平演变呢 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呢 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大 所以想啊以后专门做一集视频 专门谈一谈 今天呢就暂时不说了 不管怎么说吧 中国对美国发起了所谓叫做蓝金黄的反向和平演变攻势 那么在这场攻势中啊 美国之音他终招没有呢 如果美国之音这个机构啊 已经被中国的蓝金黄攻势给拿下来了 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四月份美国之音会中断对郭文贵的直播 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次美国之音他要发一封信 撇清和郭文贵的关系 有人甚至认为啊 美国之音已经悄悄开始为北京服务了 已经成为北京在美国的一个体制外的媒体了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不过我个人呢并不认为 美国之音已经被中国的这个蓝金黄的反向和平演变的攻势给拿下来 当然了这个原因呢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我们想放到下次再说吧 我个人认为啊美国之音他还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 所以说这个四月份美国之音中断对郭文贵的直播 以及这次美国之音发信撇清和郭文贵的关系 他还是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意思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这种政府之间的打交道啊 主要还是这个利益的一种交换关系 如果这个王岐山他是一个像金正恩那样的反美分子 那么美国当然会直直 就是美国当然会积极的来支持郭文贵来推倒王岐山 可是王岐山他并不是一个反美分子了 推倒王岐山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像也没有什么能看得见的好处 所以美国对支持郭文贵推倒王岐山这件事情呢 他兴趣也不是很大的 美国政府他真正关心的是中美的贸易问题 特别是现在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最近啊北朝鲜的核武器可以说是飞速进步 已经制造出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 这个时候北朝鲜的这个核威胁啊就变成了现实 所以美国就急于想解决北朝鲜的问题 而在解决北朝鲜问题上啊 中国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美国就希望中国加大对北朝鲜的激进制裁 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把这些北朝鲜的政府给搞垮了 因此呢在北朝鲜这个问题上啊 美国是有求于中国的 有了这么一个前提 美国呢为了换取中国制裁北朝鲜呢 所以呢美国也是很愿意用郭文贵来做一个交易 美国政府他公开表示不支持郭文贵 等于是给北京政府一个口头上的嗜好 就是他来想换取啊 北京在北朝鲜问题上支持美国 不过呢中国你也不要指望美国政府会把这个郭文贵引渡给北京 毕竟美国他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要引渡郭文贵会牵扯到很多法律问题 这也不是美国政府他就能一个人说了算的 不管怎么说吧 美国政府他看出来 北京是非常在意这个郭文贵的 郭文贵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棋子 所以呢美国政府还会继续在郭文贵的问题上啊 跟美就是跟北京呢 做一些利益交换 特别是在北朝鲜问题上啊 他可以用郭文贵跟北京做一些利益交换 所以今后美国的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 再放出什么不支持郭文贵的信息呢 我们也不必惊讶了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向北京投降 而是他们要想跟美国搞 而是他们要想跟北京搞一个利益交换 国家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这样一种利益交换关系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啊 也不要过度的期望 美国政府会给予什么大力的支持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